中国队惨败出局,赛后2万球迷不肯离场,高呼里南下课,北京时间9月4日,中国南篮在生死战中不敌委内瑞拉,南篮世界杯就此止步,无缘16强,本场比赛,面对身高不占优势的委内瑞拉,中国队篮板球却被玩爆,总共让对手拿到41个篮板,而我们只抢到23个,其中的原因实在值得令人深思。 比赛结束后,现场2万球迷久久不愿离去,在关注席上不约而同的高呼里南下课,确实,中国队输掉的这两场比赛中,南篮主教练里南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,尤其是上一场与波兰的卡位战中,中国队本已经胜券在握,但里南关键时刻的昏招令南篮将到手的胜利拱手让出。